堵住吓得太大 习近平已无退路 马化腾住宫 胡锡进下得大惊失色 南兴远小区数千居民被连夜拉走隔离 北京离封城不远了 清零下中国富人与中产阶级都忙着润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21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望美独报 我是Cherry 我们星期的时光故事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一位不平凡的华人母亲 她把13个儿女全部培养成了博士 其中一位在美国如雷贯耳 她52岁首寡 活到了106岁 这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在坚持清零政策的中国 严格的封控措施不仅打击了国内投资者的信息 也使外资加速出走 国际金融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海外投资人的资本从中国外逃规模空前未见 外资抛售中国债连续三个月创新高 一些新的预测显示中国经济前景不妙 经济增速有可能倒退到文革末期的水平 面对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近日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到官媒纷纷喊话 本外资保就业 不过有分析指出 之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 正是因为习近平堵住下的太大 现在已无退路 综合报道 在本周北京举办的庆祝中共 冒促会建会7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喊话 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官媒人民日报21日再次以习近平的讲话为影子 报道称 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让外资企业近得来 留得住 发展好 中国将始终成为外商投资的这土 不过 即使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亲自出马 试图留住外资 现实情况已异常严峻 国际金融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在4月流失175亿美元外资 创下历史新高 而且这种海外投资人的资本外逃规模空前未见 金融时报近日根据香港债券数据计算出 截止4月 国际投资人纷纷抛售了 共350亿美元的中国债券 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美国商会近期针对 121家在华美企进行调查显示 超过一半的企业已缩减或延迟在中国的投资计划 中国欧盟商会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一项 对其成员进行的调查结果 四分之一 在华欧企考虑将目前或计划中的投资 移出中国 数量比年初多一倍 造成外资外企大规模逃离 中共国的因素很多 但中共当局死守 动态清零不动摇 显然是关键原因 专家们认为习近平在清零政策上 吓得赌注太大 现在已无退路 法刑社援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 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兰分析指出 一旦有人挑战这一政策 就意味着挑战习近平 今年对习近平而言是关键的一年 习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保持现状 因此 动态清零的政策绝不会改变 法刑社观察到 中共总理李克强近来的频繁表态 引发了部分人的猜想 即防疫导致经济下滑引发不满 中共党内派别由此对习近平的权威发起挑战 但又有学者告诫 不要过度解读此类信息 李克强可能得到了习近平本人的授权 来执行路线修正 专家还认为从习近平对清零的坚持中 很难预计他如何能在不损失一些 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放弃这一政策 但是二十大还有几个月才召开 现在计算对毛泽东以来 中共最强大的领导人的任何损害 或许还为时过早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 近期在个人微博发表数篇 关于当局防疫政策及经济下行的言论 引来外界的各种解读 二十一日墙内网络上又流传了一篇 除了胡锡进没人关心经济的文章 再次引发热议 有网友还贴出腾讯董事长马化腾 在朋友圈转发推荐 还打赏这篇文章 不料胡锡进吓得立刻在个人微博发文 请大家别给他戴高帽 不要给老胡制造吓人的罪名 据报道 中国社交平台公众号贴出一篇名为 除了胡锡进没人关心经济文章 提起胡锡进是最关心中国经济的大咖 甚至有一点死见悲伤感 包括胡锡进曾发文写道 中国怎可让上海北京反复封控 企业爱倒闭不倒闭 老百姓喝西北风 还曾立体民企 强调民企是中国经济绝不能掉下去的底线 这篇文章还点名习近平经济智能 李道奎等人到底在干什么 胡锡进苦口婆心言论 本应是经济学家该做的事 而李道奎竟然大谈过去两年 抗议伟大成就 就可以让每个老百姓多活十天 狂呛一个顶级经济学家不操心经济 谈延长寿命 随后中国网友贴出马化腾转发留言称 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 还特别点出文章所言 网民关心经济的方式 企业可以破产 但不可裁员 加班 唯一关心的只有中国芯片及硬科技 至于衣食住行都俗无可耐 有人认为口气不像马化腾 有人则从朋友圈证实 的确是马转发推荐 而且还发现马化腾的打赏 只是不知道金额多少 不料文章被封传后 胡锡进大惊失色 在个人微博紧忙成金 关心中国经济的旗帜老胡 各地党委政府哪有不关心 域内经济的 很多专家更是以论述经济为己常 老胡不踩谁不害谁 希望大家不要给老胡制造吓人的罪名 也别给我戴高帽 明显不想躺枪的节奏 可这回胡锡进掉坑 却得到中国网友的力挺 老胡没胡说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这高帽你该戴的 北京疫情持续蔓延 风控措施不断升级 5月20日 北京市朝阳区南新园全体住户 连夜被强制转运至隔离酒店 引发居民恐慌和愤怒 海电区21日宣布 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自当日中午12点起至28日12点 海电区痊愈实行提及管控措施 法新社报道 位于北京东南的南新园小区 共有超过13000多名居民 尽管病毒检测呈阴性 但他们依然被连夜拉走 送往指定酒店隔离 朝阳区卫生部门公告说 专家决定从5月21日午夜开始 南新园的所有居民将被隔离7天 通知要求居民对此给予配合 否则将承担法律后果 网络社交平台上传播的照片显示 数百人带着行李 在黑夜里排队 等待登上巴士 一位居民在微博上抱怨说 小区的一些人从4月23日开始 已经被在家里关了28天 而从那时至今我们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据居民在微博上的讨论 他们被通知携带衣物和必需品 并被告知将对他们的家进行消毒 微博上的配音导演谢天天发文称 可能除了在上海的人 没有人会心疼北京南新园了 此外网传北京新发地市场将封控 商户们恐慌出逃 当局联盟辟谣 5月21日一段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 蜂拥出逃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视频中许多商户将家当装上了 大小货车或三轮车 涌向市场出口 大门处车辆拥堵 有男子大喊新发地关门了等 当晚的北京市疫情发布会上 北京官方宣称 新发地批发市场运行正常 交易平稳 官方还特别提到 因疫情暂时避世的 月各装批发市场的交易 已经转移到其他六大批发市场 随后中新网和人民网等党媒 纷纷以新发地运行正常为标题报道 辟谣意味颇浓 不过上海和北京的一轮轮风控 一轮轮谣言成真 让人很难相信 官方说辞 中共严厉的清零政策 吓得很多外国人逃离中国 即使中国本地人 近来也对移民的询问度增高 网上掀起了润学风潮 所谓的润就是英文rum的谐音 输入拼音run出来的汉字 正好也是润 简单的来说就是逃的意思 观察人士分析 中国在提倡共同富裕之后 很多富人早已逃之夭夭 清零只是压倒富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网络数据显示 近期各大搜索平台上 关于移民的搜寻次数暴增 民众对移民的关注 也在网络上掀起了润学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近来也有很多中产阶级 想以最便宜和简便的方式 尽速离开中国 而移民门槛较低的一些欧洲国家 比如胡桃牙 爱尔兰 马尔他等 就成为了他们移民的首选目标 本显示说 事实证明 在异时代的大背景下 没有备妥更多的方案 似乎很难确保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 如果条件允许设置一个合适的plan b 成为很多人认为值得考虑的问题 在2021年中国移民行业数据报告中 最受中国人欢迎的移民国家 前三名分别是 加拿大 美国和澳大利亚 但近来询问变多的国家是 葡萄牙 马尔他等 可以看出过去中国移民主要是在富人阶级 他们有的是钱 再远再贵也无所谓 但现在移民也不是富人的专利 中共在强制清零下中产阶级也想逃亡 所以选择移民门槛较低的欧洲国家 有分析指出 移民其实并非中产阶级逃离中国的唯一途径 早前几年 中产阶级最喜欢的是 通过购买一些附带有居留权益的金融商品 来达到移民的效果 但后来这项商品被各国政府禁止停售 中产阶级只好又回到传统移民的老路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新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